哇! 哇! 我老爷的家人都是老爷的家人 他一定会说什么 那我不怕哭 呀! 虎威! 啊 阿爸阿爸 你什么事又偷溜进别人家偷吃东西了 死了死了 死了 啊 你还是哪来的 别别别别别别别说 啊 把他上医院了就是 啊 你 你去里面找护士 雨啊 你先吃住啊 啊 孩子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但是腿部的可能会流些伤疤 头部受到了撞击 可能会丧失一些记忆 但是没有什么大碍 还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去交钱吧 啊 谢谢 我有的事你也别太伤心了 那么多人进去都没找到他 不是你的错 杨总 杨总 小姐没死 什么都没死 我的无药 他才那么小 对象的那么重 小姐 只要没死就是好事嘛 而且他这个伤意是半会儿很难治 我们可以先从 膝盖处大面给烧伤的女孩入手 肯定很快就可以找到小姐的 对 你死就好 我爸你说过 我一辈子让你们无忧无虑的 是妈妈食言了 不管你怎么 妈妈一定找到你 小姐 要是屁股有什么 又是鹿油 估计做过商量的事 可否 你放下来 先左手 然后咱们正面反面 正面第二轮 反面 哥哥真棒 花儿 那就送你到这吧 你自己进去 一会儿妈给你哥哥 一起去办公室送饭 你就装作不认识我 有两个同事看见你爸是个哑巴 在给你丢人 爸 咱们不丢人 咱们靠自己的双手赚钱 堂堂正正的 傻孩子 这艾顿可是咱们这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你同事都是白领 要是看见你爸是个送饭蛋 来笑话你 快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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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妹妹在就好了 呦这哪来的土狗啊穿成这样害不害臊 江小花 你不知道裙子里面是不穿裤子的吗 这穿的什么呀 你该不会是 没穿过裙子吧哈哈哈哈 看你这裤子里 不过里面还套着裙裤吧哈哈哈哈 穿成这样 套不套啊 别在这丢人现眼赶紧滚蛋吧 就是 你说 一 一 mesi 今天 去了 吧 入 你 好 可以啊 啊 阿爸阿爸 你是不是又偷留起别人家偷吃东西了 死了死了 死了 女孩哪来的 别别别别别说 啊 什么月 救人 你去里面找护士 宇文 坚持住啊 孩子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但是腿部的可能会流些伤疤 头部受到了撞击可能会丧失一些记忆 但是没有什么大碍 还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去交钱吧 啊 谢谢 我有的事你也别太伤心了 那么多人进去都没整到的 不是你的错 杨总 杨总 小姐没死啊 什么 没死 我的无药 他才那么小 对象的那么小 不是 你先冒险 小姐 只要没死就是好事嘛 而且 他这个伤意是傍容很难治 我们可以先从 膝盖出大面铁烧伤的女孩入手 肯定很快就可以找到小姐的 他 你死就好了 妈妈说过 我一辈子让你们无忧无虑的 是妈妈食言了 不管你怎么 妈妈一定找到你 小姐 要是让你女儿有什么回样子 估计总共伤命的事 先左手 然后咱们正面 反面 正面 第二轮 反面 哥哥真棒 伙儿 我再送你到这吧 自己进去 一会儿把给你哥哥一起去办公室送饭 你就装作不认识我 别让同时看见你爸是个哑巴在给你丢人 爸 咱们不丢人 咱们靠自己的双手赚钱 堂堂正正的 傻孩子 赵埃顿可是咱们这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你同事都是白领 要是看见你爸是个送饭的 咱笑话你 快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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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如果妹妹在就好了 呦这哪来的土狗啊 穿成这样害不害臊 江小花 你不知道裙子里面是不穿裤子的吗 这穿的什么呀 你该不会是 没穿过裙子吧哈哈哈哈 看你这裤子里 不过里面还套着裤裤吧 哈哈哈哈 穿成这样 好不少啊 别在这丢人现眼赶紧滚蛋吧 就是 别碰我的玉佩 谁召进来的 谁带着艾顿 知不知道这是哪啊 我们江城最大的公司艾顿 你就穿成这样来上班啊 就是你穿成这样可有损公司形象 你要那些客户见了 还以为我们艾顿是什么城乡结合部呢 上班之前没有员工培训过吗 员工服装要求统一 你你这裤子是你自己脱还是我们给你脱呀 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她就脱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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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师爷 你别以为你是我舅舅的儿子 就可以管我 反正把自己当我哥了 要是没有我妈 什么都不是 林游律 这里是公司 别太过分了 你也知道是公司 是这间公司的总经理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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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哈哈哈 你快看 别看 别看 哈哈哈 真恶心 哥 你怎么来了 没有人是傻子 没有 原来是个傻子 不要问你了 林游律 别太过分了 闭嘴 说话吗 不要 不要 啊 别打我 哥 没有人敢投资 我 哎 去 小 哎 别打 哎 别打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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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說了讓你這段故事 裝作不認識妹妹嗎 別給你妹妹丟上 他妹妹被欺負 我就說你哥為了這個樣子 原來是這個 一個傻子一個啞巴 他真是絕配啊 我點的 我也是好心啊 你爸只不過是個賣盒放的窮鬼 我們都是 照顧照顧你家是 你說是不是啊 麻煩你把盒飯給大家分一下 他走了走走走 遠點去 快走快走 爸 花兒 爸不是說了 在當晚就裝不認識爸 爸給你丟人了 你是我爸 怎麼會丟人呢 給我一份吧 來自來了拿一次 我 我 我這次我把盒子都沒錢 繼續顧顧坐檔出手 這飯光看著就不行 誰吹得下 做飯的時候 戴了手套和口罩 不是乾淨的可以吃 爸 你別跟他解釋吧 他就是耍你 我們拿著飯走吧 他這種人不配吃 你別吃了 你別吃了 你以為能證明什麼呢 你以為能證明什麼呢 爸 你別吃了 是吃 哈哈 我 我 等等 那些飯我都要了 拿下 把那些都吃了 全是你的 我還 我 我 看來 這個飯很小 吃得這麼小啊 還是沒有小姐消息吧 楊總 小姐當年是腿部大面積收傷 近幾年所有醫院的會診記錄 我們都查過了 沒有類似的確診病例 也就是說 小姐可能 沒有就醫 什麼 不好了 少也在公司出事了 什麼 什麼 楊小花 你是不是瘋了 媽 走 走 哪有 槍者還沒人敢殺 算什麼東西啊 誰敢傷害我楊玉蘭的兒子 我可以看你自身這麼衝 絕不允許我令你還生一點傷 絕不允許任何人傷害我兒子 小花 小花 你的行為 已經對林公子造成了傷害 我勸你立刻道歉 不然 我可以讓你故意傷害 不是 我帶他向這位同事道歉 是我們應該來公司 我不懂公司的規矩 我道歉 你 我已經道歉 不道歉 那就辭職吧 是我的錯 跟花兒沒關係 我女兒不能被辭退啊 花兒都是罵不好 我們花兒 當初成績這麼好 才能找到這麼好的工作 是爸沒能力 爸對不起 爸 爸 你別這樣 我公主 不能自退他 這根本就不是他的錯 楊師爺 沒資格在這說話 楊師爺 你看 老東西 同事之間有點誤會 我可以不自退 但是 你女兒 傷害了我的兒子 這件事情 不算 你 怪一下給我兒子磕三個小房 我就可以不自退 你 我們又沒做錯事 來到這的是他 救命 還反了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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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屋吕 我管你是不是管的少了 成天在外扑人是生非 管我 管我什么 你每天徒劳忙公司的事 就是盲相 我不在那里面去刷点存在 你还记得我 我每天不光要忙公司的事 还要给你处理烂摊子 上班也不消停 就是定着是生非 这个钥匙 对 你就不应该救 我就应该死在那场大火 15年了 你每次教训我 都把这件事拿出来说 我真希望那场大火死的是我 我 我 妹妹 到底在哪里啊 当初要不是我调皮 玩那个烟花 你也不会消失15年之久 就像我 我后面被唯一的念想打破了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爸 说什么傻话呢 只要你能够活上班 把我做什么都愿意 爸 我 我不想再一顿上班了 我还可以去找其他的工作 我不希望你和哥哥因为我受委屈 爸 你要是辞职就别任我这个吧 都没想到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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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喂喂喂过来 来好吗 等药就去拿呀 哈哈哈哈 哎来来来 啊 不能给花救人 看到没知道自己想跟我玩的啊 我别无论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欺负我的家人了 今天只要你好好表现 我就可以放过你妹妹啊哎哎不然 你妹妹以后再爱你 就没想好过 听到没有 哈哈哈哈来你认一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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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看他解决犯那样子好像一条狗啊 哈哈 真是个傻子的 你物虑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 哎 那看好了 是他自己跪下来的 我可没逼他啊 说的对 这么有趣的瞬间 咱们可得好好记录一下哎 把脸撞过来 哎哎不不不不不 你这个 也不够有诚意 哎 这样吧 我不跟他玩 我跟你玩啥呀 哈哈哈哈 啊 manufacturers 这傻子好啊 傻子听话呀哈哈哈 咕嘴 放开我妹妹 放开他 你不要吃 少许你 放开 放开我妹妹 放开我妹妹 真是你 放开我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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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不许欺负我妹妹 嘿嘿嘿 妹妹别怕 龟哥会永远保护你的 不要 不要碰我妹妹 放开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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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看看你的脸 新的腿 放开 哈哈 哈哈 放开我妹妹 放开我妹妹 记住了 medicine 建土 佳强人好做人 有你好果子吃 祝不要 不许欺负我妹妹 外公希望你和哥哥 一辈子都能健康快乐 妈妈也一定会让你们 无忧无虑 这就是 这就是 那我该有限度 家里被你们搞成什么样子 夜会马上开始了 赶紧收拾干净 快快快 怎么了 怎么了 妈 走远点 别让我再看到你了 等等 我看看你的腿 让我看看你的腿 没什么好看的 我要 笑你我要吧 花儿 花儿你受伤了 花儿受苦 我吃虎虎就不疼了 我们走吧 来 我们走 妹妹别怕 哥哥会保护你的 哥哥 呼呼 呼呼就不疼了 等等 江小花 我不管你的工作能力怎么样 明天 自己给我辞职 我不想在公司看到你这张脸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还有 你没资格跟我说一样的话 妹妹别怕 哥哥会永远保护你的 放心 我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 我也不想再和你这种人有任何的前程 行 我需要你说的 等等 不光要辞职 这一年公司培养你 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钱 都一分不差的给我还回来 没有花过你们一分钱 没花公司一分钱 你穿的衣服 用的电脑 还有每个月的工资 难道不是公司给的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 进了爱顿 找个有钱的男朋友 再做一做灰姑娘的美妇 像你这种家庭出来的女孩子 脑子里全世界歪为邪道 我们这种人怎么了 我们有手有脚 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我们有感情有道德底线 不像你们 眼里就只看得到钱 你们是不是觉得 他只要有钱就可以随随便便把人踩在脚底下 像你们有钱人 都是随便冷漠自私无视他人生命 如果我们有钱变得跟你们这样 那我宁愿一辈子都过现在的生活 不想把人从来 你幻愿梿你这么坏 你幻愿地这么坏 你幻愿你这么坏 你幻愿你这么坏 打我妈那个傻子 打我倒 我打 你 你给我打 你给我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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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irement 都无事没事 沒事沒事 我愛我 我愛我 媽媽 寶貝你醒了 有沒有很難受啊 媽媽在午就不難受 媽媽 我不要你離開我 傻孩子 媽媽好愛你 媽媽永遠不會離開我的寶貝的 怎麼還沒醒 你叫我什麼 你叫我什麼 沒什麼 你們怎麼來了 媽媽 不是認出無憂了嗎 我來呢 是想私下解釋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對我公司不利的消息傳出 是你兒子 先對我動手 這件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了 你女兒和兒子的醫藥費 我全包了 我不希望再有人提起這件事 明白嗎 這還是我的媽媽嗎 我的媽媽會無事呢 怎麼會被受害 說出這種話 這就當是我們楊家給你們的補責 不能要 我們不能要 老頭 老頭 這錢啊 你賣盒飯一輩子都賺不到 現在挨頓塔就拿到 多合適啊 這錢我不能拿 我希望你能明白一個道理 就算你想要再多的錢 我們楊家也是給得起 但是做人要失去 得寸禁止 對你們這種人來死 沒什麼好處 我們這種人 我們是什麼人 原來在媽媽園 我們就只是貪得無厭的窮人是嗎 不能要 我不要錢 看你想要什麼 我只想給我女兒求個供人 給我女兒道歉 瞎筆劃什麼呢 他是想說 要你給他道歉 讓我給他道歉 你瘋了吧 太廢啊 嗯 不就是想要錢嗎 知道你們這種家庭很缺錢 但是你們要明白一個道理 一個人的價錢就取決於他能拿到的金額數 這是一百分 拿上這錢我們倆清了 我只要他道歉 我只要他道歉 老頭 你今天也不要臉 想讓我兒子給你女兒道歉 絕不可能 要了 拿著錢我們倆清了 要了 讓你女兒 從愛顧離職 你自己選吧 我女兒四牛仔還都不上班 這樣就對了 老頭 教你一句話啊 實時誤著為俊傑 滾出去 啊 滾出去 老頭 不過 我們還是先回吧 讓他們好好休息 好吧 如果我是你女兒 你還會對我說這樣的話嗎 像你們這種貪得無厭的窮女 居然妄想做我的女兒 真是可笑 你回去吧 好 好 若是爹不好 爹沒本事 保護不了花 啊 不是你的錯 都是他們的不好 要是當初沒把花撿回來 花肯定會有更好的生活 你別這麼說 如果不是你和哥當年把我撿回來 我早就死了 你們是我一輩子的家人 只要我們三個好好的 我們的生活就是最好的 花 你也長大了 去找找 去找找你的親生父母 他們一定也很想你 也許 能給你更好的生活 你不要我 你不要我了嗎 你怎麼會不要花呢 早上你這麼跟著我們 也不是事 爹沒辦法給你更好的生活 我不要什麼親生父 我只要把和哥哥 我不要他們 那個 我沒有打擾他 沒有沒有進來吧 啊 啊 你來 是有什麼事嗎 這個 是你的吧 之前見你帶過 為什麼 我的哥哥和媽媽 居然變成了電影 是的 謝謝 我姑姑和表弟說的話 千萬不要放到心上 他們原本不是這樣的 只是 自從表妹失蹤好 兩個人變得有些偏執 他們其實本心不怪的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能不能請你幫個忙 你說 關於玉佩的事情 可不可以不要告訴別人 我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好 謝謝你 幫我查一下這個玉佩 我需要 不是 找找看 我看過那個視頻 她衣服都被扯開了 千萬別得罪這個人打受 好像變成叫小花樣 强小花 这视频你发网上的 你觉得是我发的吗 量你也不敢 虽然不是你干的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情也跟你有关 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家的生意 为此我妈妈专门举办了一场晚宴 澄清这件事到时候一定得来 我不去 凭什么 凭什么你让我去我就一定要去 你家办宴会 就是让大家 严重的羞辱我吗 你 是谁做的 就因为这个视频 你现在外面到处藏我们杨家正仗势欺人 你带头霸铃 股价都下跌了 你赶紧找那个女孩和解 要不然你也别来公司上班了 你说我干什么 是她先弄和我妹妹东西的 给她那教训怎么了 你来帮她说 那是因为她太像你妹妹了 什么 没事 不管是谁做的 三天后我要举办一场慈善晚宴 反正你还带过来 要是请不来的话 你也回来了 小心打保哥哥 我们家有了事情 你 我跟你去 不过你得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哎 那最好喽 这样 不用看到这张脸了 我虽然也不会伤害你家人 哥哥 哥哥 这次之后 就真的是再见了 你 哪来的古包子 看着工作服就来参加宴会了 天哪 天哪 这可是江城首付杨家的宴会 可不是你们村的菜市场 别这么说 人家可是高材生 哪会花心思再打扮一场 别怕 你还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就因为信仰 所有人都要高看你 不管怎么说 我到底还是信仰 我也是你能自卑评价的 好了 都别吵了 跟我来 大家都知道 我曾经失去过一个女儿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寻找她 今天 我隆重的向大家介绍一个人 蒋小花 难道 这个土包子 就是杨家失踪多年的女儿 难道 这个土包子 就是杨家失踪多年的女儿 不是吧 这不是前几天 被林少霸凌的那个女孩吗 对啊 就是她 视频里的就是她 林少一直想找到自己的妹妹 怎么会欺负她呢 妈 你这是干什么 她怎么配合妹妹相提并论 我知道大家对前几天流传出来的视频 有诸多疑问 现在呢 我向大家正式的解释一下 视频里的女孩啊 就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蒋小花 她不是别人 她是我的 干女儿 什么干女儿 怎么要让她做干女儿 今天这场宴会啊 也是专程为她而办的 原来是要做干女儿了 视频里啊 两个孩子是在开玩笑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小花的 她不仅努力上进 而且学习成绩非常好 她可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爱顿的 也是因为她的成绩 爱顿给了她全额的奖学金 并邀请她来总公司上班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 我就非常喜欢她 就有了想认她为干女儿的想法 所以呢 经常会邀请她来家里做做 至于视频里的霸凌行为 纯属 无稽之谈 是吧 小花 做了杨家的干女儿 我会给你和吴吕 一样的生活待遇 你也继续可以在爱顿上班 我会给你一些相应的资源 只要你给你同大爷 你就会有说不见的融化妇 妈妈这就是你一直追求的事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颠倒非凡和过一切 等等 我同意 等等 我不同意 妈 她有什么资格当我妹妹啊 小花品学兼优 怎么不配做你妹妹 我不管 她就是没资格进我们家门 如果妹妹还在的话 知道你要找一个这么低贱的女孩 当你的女儿 她得有多难过 江小花 你为了钱还真是无所不用呢 搭不上我就从我妈这下手 说 来我们家什么目的 这孩子 别跟我添乱 今天我做这事 还不是为了给你收拾了碳子 好好配合我演完今天这张戏 以后谁也还会记得 今天这事 好 以后啊 你好好照顾你妹妹啊 妹妹 既然以后是一家人 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啊 家人 我的妹妹她不是那天 就是不知道 能能找到 我可以 讲小话 怎么大家都穿泳衣就你不穿啊 难道你想穿这身衣服下水啊 肯定是不想被别人看到身上恶心的巴本 不好意思 我不会睡 不会睡没关系啊 既然我现在已经是你哥哥了 我教你啊 走 救命 救我 救命 救我 妹妹啊不是哥哥不救你啊 游泳这个东西 就是熟能生巧 继续你在里头待一会 又学会了呢 到时候记得好好感谢我 无虑 快把他救上来了 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 怎么 看上他了 没想到温柔多金的杨绍居然喜欢灰姑娘这种戏吗 别看这种玩笑 再怎么说 而且今天这场宴会也是姑姑为她举办的 非得在这个节骨眼上弄出点事吗 梁实衍 这是我家 我的地盘 能当你教训我吗 梁实衍 你三番五次的为了这个你 一直动作 忘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吗 梁家厉害的是我 不是你那个没用的爹 怎么见到这个女人吃了智觉得自己好日子过够了 想体验体验 为了爱情背叛全世界的偶像戏吗 我的 那 他不会真的死了吧这 他们两个预备这么多了 全是一样的 这杨师爷这边让我我迟早让你出来啊 是吧 走 我带你换件衣服 这是我找他要的干净衣服 一会儿他带你去换上 谢谢 没事 这边请 对了 上次我见你玉佩图案很特别 我说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就是觉得图案很特别 好奇想问问 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块很普通的玉佩 父亲在很多年前捡垃圾的时候捡到的 然后我就一直带着 是这样 我就是好奇想问问 你别放在心上 快去换吧 好 成的这一件 他刚好请到的 就是无佑的玉佩 还是说 他其实就是无佑 有人吗 这里 还是小时候的样子 对现在的我来说 真是熟悉陌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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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来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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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居然还留着这个玩偶 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 不用好想你啊 真不知心 这么大了还捏妈妈 宝贝啊 你看这是什么 哇 这是我一直喜欢的玩具 谢谢妈妈 妈妈你偏心 为什么有妹妹的我呀 也算好了 妈妈也给你带礼物 耶 哈哈哈 哈哈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是谁允许你到这个房间来的 你那个哑巴爹就这么教育你的吗 不知道别的东西不敢碰 果然 穷人家的孩子没教养 刚认了你做干女儿 竟真把自己当我女儿了 居然把我悠悠房间来偷东西 来人 没有 我没有偷 我太要看 我们不是想要偷偷什么 我没有 我没有 像你这样手脚不干净的女孩 根本不配做我杨家人 就是这样隐往屈人的吗 我们丑人家的孩子就没有尊严吗 尊严都是自己给自己 像你这样手脚不干净的女孩 什么子哥跟我谈尊严 我没偷我没偷 没有偷那你为什么不敢证明 只要你当着大家伙的面 证明你没有偷东西 我就可以饶了你 这是我自己的房间 我干什么呀 蒋小花 蒋小花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跟吴律说 看不上我们家的钱吗 怎么 我刚认你做了干女儿 你就想把我们家东西占为己有 原本以为是我们对你们这样的穷人有偏见 看来底层人就是底层人 不顾 你口不责言了 吴律说的没错 你还真是看上他了 世泽到底怎么教育你了 看人要看本质 但凭一张脸你能看出什么 不顾 你误会了 他其实是 小花 不就是想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偷东西吗 我脱这种事了 大家可都看到了 这可不是我抢我抢 是他为了证明他的清白主动要脱的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没有偷东西 你依旧是我的干女儿 杨家的一切 你依旧可以想要 以后去了公司啊 别人也会高看你 不必了 今天以后 我会主动去公司辞职 以后也会离开这座城市 你们杨家的一切 与我 再无关可 吴律通 这可是妹妹的房间 你怎么能让这种女人 在妹妹的房间脱衣服 写的就是脏了这件房间啊 算了 你走吧 以后别再来了 你有没有死 他还要走 你还要走 我还要回来 我还要走 我还要走 你來追我呀追到我就還給你 哥哥慢點 你快還給我 媽媽 哥哥 你們說時時刻刻都在想念你 現在我站在你們面前 你們卻認不出來 這麼多年沒記 這裡的一切都沒變 只有你們變了 再見了媽媽 再見了哥哥 小花等等 小花 對不起 姑姑和吳律以前不是這樣的 他們是有苦衷的 無所謂了 肚子饿不饿 我去热一下再吃 好 以后 只有爸爸和哥哥 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家人 快吃热吃 好 花儿今天不高兴 没有 今天在同事家过生日 还吃了蛋糕 很开心的 孩子 爸知道你心里苦 但不管多苦 这个班你都要上了 爸不想以后你的生活和我和你哥一样 你还有更好的未来 爸 爸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不想和你们分开 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不好吗 什么前途什么好的未来我都不要 我只想一辈子和你和哥哥待在一起 妈我知道这次机会很珍贵 但是 人不应该只有这一种活法 对不对 我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 或者 我再去学一门手艺 我总之不要让我待在这家公司 怎么样都行 我不是吃不了 渴 也不是因为委屈 才不想上班 我只是觉得我继续待在这家公司 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不想你 因为我是委屈 我更不想看到哥哥是委屈 你们才是我的家人 我想保护你们 这都没什么 爸不委屈 只要你好 我就开心 可是我不觉得好 如果我这个笨 能牺牲你们的话 让我宁愿不上 好 不一会他就不上 但工作还是要做 女孩子要有一点安身立命的资本 我们明天再去面试其他公司 好 那我明天就去公司 收拾东西辞职 就是他 那个被灵绍娃弄后 抛弃的情人 就是他 还好意思来上班 别跟林少在一块了 跟我在一块吧 你有病吧 你愿意接受林少 你不愿意接受我 你是不是先凭爱妇 我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自己看看 看 虽然我比不上林少有钱 但是呢 我也是能养得起你的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站住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这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喜欢你是给你面子 哎呦 这不是我好妹妹吗 怎么 不是说不喜欢钱吗 非得找个有钱的男朋友啊 来来来来来 血汗钱拿好啊你丢了 你你无虑 你别太过分 是我太过分 还是你要的太多了 干这种事 让你多真不愿 你无虑 我们以后再无瓜葛 我今天来就是来辞职的 你以后在办公室 也不会见到我 这个巴掌 就算是两亲 你最好是 以后如果再让我老公子 看到你 十倍 百倍 偿还 哎呀 心情很好啊 当然啊 解决了个大麻烦 这女的一看 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这女的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这不是我又闪神的飞机吗 这个视频哪来的 我拍的呀 视频里的小女孩是谁 就是那个 偷偷溜进妹妹房间的那个下等人 妈 你说你才刚收她当干女儿 她就偷偷溜进妹妹房间 真是臭不幽怜 还没醒 妈 无忧 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错了 妈 你说什么呢 无忧在哪 她就是无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她怎么可能是无忧啊 强小花这个女人 心机特别深 一定是她伪教的 不可能 跟妈妈来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妹妹的胎气很隐秘 只有我和爸爸 还有你外公知道 你相信 你和你妹妹生活了这么久 连你都不知道 她一个外人怎么可能知道 假的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她不可能是我的无忧 我的小妖那么可爱 那么善良 怎么可能会是她 这不可能 明天我去江小花家测试一下 你今天好好休息 给我掉江小花全部资料 还有她的家庭住址 尽快 这是租给咱修华房子的房东 啊啊杨总这是钥匙 给杨总介绍一下情况 啊 这个房子啊 我租给哑巴二十多年了 他带个傻儿子 我看他挺可怜的 每年啊 只让他交一次钱 这么多年了 也没给他涨过房费 你调重点的说 那女孩什么时候来的 哦对 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好像不是她亲生的 我记得应该是十五年前 那个傻子捡来的 好像失忆了 不记得她的亲生父母 具体我不太清楚 我只记得十五年前 那个女孩刚来的时候啊 腿上全是伤 好像是烧伤了 全是吧 挺吓人的 刚开始啊 她腿上伤的都无法走路 哑巴就一点一点的带着她 哎 那是天天能在门口 看见哑巴带着那个小姑娘 练走路 那小姑娘疼得是嗷嗷嗷叫 解放邻居啊 都记得了 这个时候啊 哑巴应该和儿子出去卖菜去了 那个小姑娘也应该上班去了 这姑娘啊 现在可争气了 被我们是最好的爱顿集团录用了 这一家人可开心了 我们看着也高兴 无忧 一直在妈妈面前 妈妈怎么没能认识你 无忧 都是我不好 让你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 没有我们 你还是变得这么优秀 都走到我面前了 我却眼下被认识你 玉佩 她一定就是无忧了 这是咱们杨家 祖传的玉佩 两个娃娃 一人一块 哎爸 孩子还没有裙子呢 你给两个孩子取个名字吧 那就叫 无忧无虑 无忧 外国希望你和哥哥能一辈子都无忧无虑 健康快乐 妈妈也一定会让你和哥哥 我要无虑 不要 好大 我要 你们要干什么 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不要紧张 我来没有恶意 我来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那他们 左 我来是想问你 这个玉佩是哪来的 我知道你之前 对我有些不满 这件事我做的不对 但是 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女儿时痛十五年了 我长了个十五年 他今天 我一定要知道答案 这个玉佩 是记得小话的时候 他带着窝子上的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 他都不能找我呢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伤得很重 大夫说他撞到头骨十亿了 谢谢你 谢谢你抚养我女儿这么多年 你的恩情我无以为报 你有什么尽管听 我都可以答应你 多少钱都行 只要你们 无对话好 我什么都不要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你不要我了吗 爸怎么会不要小花呢 这么多年 你跟爸和哥哥吃的苦也够多了 现在你亲生母亲找来了 爸不能让你继续吃苦 你跟着亲妈过好日子去吗 不过 以后想起爸跟哥哥了 就回来看看 我们俩会一直等着你 我不要 我不要什么亲妈 你这是我的亲生父亲 悠悠 不要笑我悠悠 我不是什么悠悠 我叫蒋小花 不 小花 你早就恢复记忆了是不是 你恢复记忆了 为什么不跟妈妈相认呢 难道 你丁月 我这种苦日子 也不愿意来找妈妈吗 是 你们是有钱 日子是过的好 但是有钱就能随意接他 放进别人的生活吗 悠悠 我们是没有钱 但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日子过得苦 我有爱我的爸爸和哥哥 就你什么都重要 我再说一次 我不叫悠悠 我叫蒋小花 请回吧 小花 这些是妈妈做的 我只是 我只是遇到你的事情就会失去理智 小花 你跟我回家吧好吗 我 是你的亲手武器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你不要跟我你不要跟我走 爸 爸好吧我求你了 我不能离开你爸 我求你了 你别跟我走 爸 不要 我说 我说 你怎么没关系 你怎么结束 你怎么没有 你现在就给我滚 爸 爸 爸我求你了爸 我求你了爸 我 我 我 你怎么不乱 你怎么滚 爸 爸你跟我 跟小花 爸 爸 爸 嗯 求你了哦你教我做什么我都好 不一定好 不我一定叫他 你看看你看看 老婆 婚儿 你跟两爸 你被我们团练了这么久 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了 只能回到那个家 你才能有没有更老的幸福 哎老爸爸帮我求你了 有有 我都不要你了 你跟妈妈回家吧 回我们自己的家 哥哥和爸爸都在等着你呢 有有 都是你 你为什么要来破坏我的生活 你继续想想你那个幻想中的礼物 有话好吗 你为什么要来破坏我的生活 啊 爸爸爸你开门开门哎呀 要不然我们先走吧 小姐也是接受不了 他的事 到他准备好了我们再来接他 爸你开门爸爸 爸 爸 爸你开门呀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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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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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你让爸爸生气啊 啊花我我不哭不哭 啊 滑不滑 滑不滑 滑吃 肚子不饿吗 滑哭 滑哭不难吃吗 不难吃 好吃 滑哭不苦 滑吃 哥哥 爸 不要我了 不要 什么不要 爸爸 他不想和我生活在一起了 你可能以后 都见不到我 都见不到我 不 不能不要 花花 爸爸 要在一起 要一起 要一起 不要 不要 真的是 嗯 嗯 啊 我帮你 以前都是我帮你的吧 我来帮你吧 啊 爸 爸 你干什么 送你去上班上什么班 我已经辞职了 你的辞职报告我已经帮你拿回来了 所以你还是爱顿的员工 马上就要发工资了 小小 你不会想翘班吧 那就当我翘班好了 你把这个辞职申请拿回来也没有用 那我就等着公司开除我 有我在 我看谁敢把你开除 你 哥 哥 我没事 嘿嘿嘿 小花 今天要是不跟我去上班 我就跟你一整天 你去哪 我去了 那我跟你去好了 不过 仅此一次 以后我再也不会去爱顿 好 他才是小花的哥哥 他不会伤害小花的 妹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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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你们坐轢 嗯 嗯 可以多准准准 神花 嗯 嗯 现在 你担心的那个神 哇 啊 妹妹 妹妹 哎 林哥他怎么还没来啊 他不是说今天有重要的事要宣布吗 这都几点了 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快热死了 哎 来了来了 林哥 哎 林哥车上怎么租了个女的呀 哎 林哥 来 你怎么跟这个女的在一起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 哇 我给你拍这个照片 是 我们不要再见 所以我们的关系 也没必要让她去 重新认识一下 这位是我妹妹 林哥 这我们可都早就知道了 阿姨不就认她当该女儿了吗 你怎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呢 她什么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 张义 你怎么说话呢 再怎么说 小花现在已经是杨家人了 你这么说 岂不是不给吴虑面子 你别在意 她们瞎说的 林少怎么突然对这个女人这么好了 要我说呀 林少没转是喜欢上台了 果然富二代就是喜欢灰姑娘 可怜我们雪七姐 喜欢林少这么多年 背着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结糊了 小花 曹雪鑫你干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呦 花 没事吧 走我带去医院 吴吕哥 一个浑身穷酸味的丑笨贵 居然敢跟我抢 真是活得不耐烦呢 对不起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们真没看到有人 没关系 我去洗手间擦一下就好 没事 雪七姐事办妥了 讲小花 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 你没看见我们雪七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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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花 别在这儿捉摸做药 说今天为什么跟武律一起来的 你不去问他反倒来问我 我倒是巴不得他离我远远的 你要是真的有能呢 那你就亲自跟他说 让他别来找我 江小花 别以为杨总让你做干女儿 你就真拿自己当人了 我们雪七姐跟杨绅什么关系 轮到你来说三道四 你们什么关系 我不感兴趣 也没必要说三道四 如果你是因为 他来跟我聊的 那我没什么可聊的 蒋小花 你知道你这种人哪里最让人讨厌吗 就是你这副什么都不在乎的嘴脸 像你这种人 就该像蚂蚁一样 被我踩在脚底下 你就配活在鹰沟里 别妄想往上爬 也别妄图跟我抢 你不配 你想要的东西 别人未必想要 如果你是因为 林屋律对我有敌意 那可不必 你想要的东西 我根本不感兴趣 雪七姐 他嘲讽你 来人 把他给我架起来 像你这样又当又立的人 我见得多了 嘴上说着不在乎 还不是背后搞一些 不住流的手段 偷偷上位 这甘女儿的身份 不就是你靠手段上来的吗 装什么警告啊 给我拿纸 你不是嘴硬吗 让我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不要你狠狠记住金铁 牢牢记在骨丝里 林屋律是我 你想要不要 我没有 我没有 住手 杨诗言 怎么哪都有你 你要是真喜欢他 你就看好他 别让他到处勾引别人 别以为任何人都跟你一样 脑子里只有情情爱爱 你什么意思 他勾引无虑 我教育教育他怎么了 可我以无虑 无忌之谈 什么无忌之谈 我亲人所见 你最好祈祷杨家人 不知道这件事 不然 你很快就会从公司滚出去 不就是个甘女儿吗 我倒要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别乱动 医生说了 你长期营养不良 再加上这么一折腾 不胜病就不错了 赶紧躺下好好休息 谢谢 谢我干什么 再怎么说 我也使你表哥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你身上的玉佩 和吴律身上的玉佩图案 是一样的 那天你告诉我 不想让别人知道玉佩的事情 从那个时候起 你就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吗 我去查了一下你的病历 知道你小时候 因为一场大火失忆了 你想起来以后 看见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妈妈 居然这么对自己 你一定很难过吧 谢谢你替我报名 你也别怪他们 关心则乱 他们也不想他 杨诗言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 她是我妹妹是吗 你就眼睁睁的 看着我羞辱她 欺负她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你误会了 我也是那天 永迟看到你的玉佩才知道的 而且我答应过她 还帮她保密 杨诗言 我不管你平时怎么看不惯我都行 可是她是我的亲妹妹啊 我找了她这么多年 你居然眼睁睁的看着我欺负她 到底按的什么行 就跟你那个爹一样 切不得我们一家人好 小花 宝贝 你醒了 妈妈 你会离开我吗 傻孩子 妈妈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宝贝的 你看 这是什么 哇 是我一直想要的娃娃 谢谢妈妈 是谁允许你到这个房间来的 你那个哑巴爹 就这么教育你的吗 不知道别人的东西不能碰吗 妈妈 怎么了宝贝 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妹妹道歉 我妹妹道歉 你就是一个甘鲤猪 有什么了不起 猪闹什么呢 道歉 对不起 你有没有好点 不道歉 去抓紧滚出去 别在这 挨着小花的眼 对不起蒋小姐 出去吧 蒋小花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花儿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要是哪里不舒服 你跟妈妈说 妈去叫医生啊 你出去吧 我想休息休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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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看多留在一次 爬腿里发挥几肆 我瞒进得起几次 诚实 雨漆被牵绊下去 翻幕真仇的 妈妈知道 之前的事情对你伤害了 妈妈不指望你现在就能原谅我们 可是妈妈希望 你不要拒我们于千里之外 好吗 护士 护士 怎么了 这个病房的人呢 他刚刚还在呢 快去找啊 找不到哪里师们 我找不到哪里 爸不会写字 怕你惦记 特意找了邻居帮爸写了这封信 我和你哥走了 你好好地跟着父母生活 爸不想拖累你 那好生活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这又不是被我想到了 你现在肯定跟你的那些同事一样 我抽吃穿 都怪我跟你哥 耽误了你这么多年 以后你好好地开心快乐 把我俩忘了 小哥 起了 别挣扎了小妞 你逗不掉的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跟你们无缘无成 你们为什么要放我 当然是有人付了钱 想让你身败名利 莫莫 我看你怎么 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大个仇家 哈哈哈哈 钱 你们有钱 你们钱放了我 那人给你们多少 我给你们三倍 三倍 小姑娘 我看你捉那破地 恐怕连十分之一都拿不出来 三倍 哈哈哈哈 我没有骗你们 我是守抚杨家的你们 你们只要放我走 我妈都会给你们钱的 不是 三哥 我听说杨家是有一个女儿 不过 十几年前已经失踪了 我就是我是被领养的 妈的敢骗我 还敢冒出杨家的女儿 刚才赵家说了杨家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不管你信不信我就是杨家的人 如果你们敢把我怎么样上架杨不了你 哈哈哈哈你以为我是下大的我告诉你今天就是天王老子的女儿来了 你也得让哥几个爽一爽 哈哈哈 我扳了她 我扳了他 我 我 我 delegate 我 我 大哥 我 这也太恶心了 我下不及手啊大哥 你难度说我 我这哥不合心 我来 我 你个臭女人 我还不信 治不了你 不许欺负花了 哥 不许欺负花了 你们这帮人 连个傻子都搞不定 哥 哥 二十一刻 你天妈真厉害 扔了一个傻子 一个残疾 我冲你了 有什么时候你冲我来 你不要伤害他 都是我不顾他 这就是惹我的下场 今天 我不光要办了你 我还要弄死他 王总泽 你快跑 你 你快跑 还是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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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慌 没事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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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说你要一直跑步玩呢 你怎么骗人呢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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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你救救他吧 我求你救救我哥 你只要愿意救他 我就跟你回家 我求你了 你这个傻子 我去自己跟我回去是吗 不是 他不是傻子 他是我哥 我才是你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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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再见 哥 妹妹 哥 别走 哥 哥 你醒来会儿 哥哥呢 我哥怎么样了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你快躺下 你哥没事 医生说你受了惊吓 不能去连运动 你哥没事 你哥虽然伤得很重 但是啊 好在旧仪比较的及时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现在在ICU里休息 等你好了再去找他 啊 哎 还有 费用你不用担心 有我们全处 不会让你的养父承担的 哎 对了 那天那些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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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干了是什么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些人是不是你找来的 什么人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以为你们杨家人有钱 就可以随便污蔑别人 你干什么 把你刚刚说的话 再说一遍 那些人 是不是你找来的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别以为你当了杨家的养女 就飞黄腾达了 不过就是一个 从贫民窟出来的演技 还想随便污蔑我 真是可笑 你不过说话 就把嘴给我闭上 吴律哥 你别被他迷惑了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 难道你就因为 这样一个女人抛弃我吗 你忘了他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网上那些视频 不过就是他放大 网上博取人同情的手段 你怎么就这么中了他的意呢 够了 不够我就要继续说 他就是心术不正 说白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如果不是他 就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配说他 吴律哥 你居然为了他打我 给我滚出去 以后 别让我再看到你出现在他面前 他到底跟你像了什么迷魂样 让你放弃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以前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够了 你赵家的家教就这样吗 要查出去查 讲小话都怪你 就是因为你的出现 吴律哥才对我这样的 你给我等着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我 对了 我有事情找你 你跟我出去一下 那个 你也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小悠 不 小话 你还好吗 如果不是你 我哥就不会有危险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你们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和痛苦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想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可以吗 我的出现 对你来说只是烦恼吗 自从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好 妹妹 如果这样会让你开心 那我可以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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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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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在房间里休息啊 我想来看看我哥哥 你们兄妹感情一定很好吧 我是他一手带大的 他虽然什么都不懂 但他知道怎么对我好 怪不得看到他手上以后 你的反应会这么大 直接晕了过去 哥哥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当然 你想做什么 我想绑架 赵雪芹 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 但是我阿宝哥哥因为我受伤 这件事情他必须有一个结果 赵家和杨家有生意往来 我知道你很为难 没有关系 我不会对他做什么的 只需要你帮我演一出戏 我只想要一个真相 我要他 受到应有的惩罚 如果你觉得很为难 没关系 我会自己做的 我帮你 别这么看着我 你是我妹妹 不过就是帮点小忙 不算什么 你一个女孩子 自己做这件事情太危险了 谢谢你 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 都十二点了怎么才来 小心我扣你们的钱 看什么看啊 那女的抓到没有 你们要干什么 是不是知道我是谁 动我一根手指 小心我用了你的命 好 强小花怎么又是你 快放开我 你的心理素质 还真是强大 都沦落到这种地步 还这么嚣张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过就是杨家的养女 杨家的一条狗罢了 别以为你这样就能起到我头上了 你敢打我 你不是喜欢把所有人踩在脚下吗 今天我就让你试试 被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 你不是谁都看不起吗 你不是觉得我威胁了你的地位吗 想找人毁了我吗 我再问你一遍 那些人是不是你派来的 呸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 你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绑起来 等我出去有你好果子吃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再问你一遍 那些人 是不是你派来的 你在说什么 什么人 你哥哥受伤 跟我什么事 不承认是吧 没关系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承认 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 行血是有人故意陷害咱俩的关系 故意伪造 只要你把我放开 我帮你找到真凶怎么样 你还敢嘴硬 你敢骗我 还敢冒充杨家的女儿 刚才赵家说了 杨家就没你这个女儿 全江城对杨家了如指掌 除了你这个赵家 还有哪个赵家 这都是你为了陷害 刻意伪造他 你还不承认 好 那我就把这段录音 发给你最爱的吴律哥 让他听听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讲小话你敢 你就是嫉妒我跟吴律哥哥的感情 你是什么东西 你敢气到我头上来 那我们就看看 吴律哥哥到底相不相信你了吧 住手 吴律哥快来救我 小话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怎么来了 吴律哥 小话 以后好好说 你不要过来 好 小话 你先冷静 你有什么事 你和哥哥说 哥帮你解决 你帮我解决 那你帮我把他送进监狱 如果不是他 哥就不会中伤 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你现在 已经被抓起来了 现在这件事还没有定论 我们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 我亲耳听见他们亲口承认 就是赵家人干的 就算是这样 你还愿意报仇 不为我得罪赵家 你帮我解决 还不是不损害杨家的利益 杨家和赵家有经济网台 你还愿意为了我 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你不是一直问我 你和阿宝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我这就告诉你 在阿宝心里 我是最重要的 而在你的心里 永远有比我更重要的东西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你带他走吧 小花 你误会我了 你听我解释 不管这件事结局如何 我一定给你一个解释 只不过这件事还得再等等 如果真的是她的话 就算是跟赵家决裂 我也给你一个解释 行什么 这女人一出现你就这么护着她 为了她宁愿与我赵家翻脸 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果 如果你擅自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难免会再惹出事端 如果有些职人针对你 就不好了 各位都是问题 你到底是怕有人对付 还是怕我对付他 都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我俩的关系何至于现在这样 都怪你都怪你 小心 去 我 我 我 还在这干嘛 快就去护车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想到 永天 你 这个表情对我 你先别说了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想到 你也能有 这种表情 看我 你别哭 妈妈给我俩取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 我俩 无忧无虑 我不想你哭 没想到 把你招呼来的代价 是让你难过 对不起 是哥哥对不起 你 你见那件事 做的那些混账事 是哥哥不对 哥哥也不是真心的 如果 这次你 我没死的话 可以原谅我吗 好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要跟我好好活着 这样你才能弥补我 好 杨师爷 我平时是不是对你太好了 这么大事 你居然敢挽救我 对不起 姑姑 妈 你 不要怪表哥 是我让他帮忙的 你终于肯叫我妈了 花 妈妈没有怪你 妈妈只是担心你有危险 以后这种事啊 一定要和妈妈还有哥哥说 赵家的孩子 已经处理完了 妈妈向你保证 以后 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情况怎么样 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就知道无律出事了 我一下飞机就赶过来了 情况怎么样 无律没事吧 还不知道呢 大夫说没有伤到冲药器官 送来的有几时 应该没什么事吧 怎么 又惹你姑姑生气了 没有 是我做错了 你 这位是 爸 这是无忧啊 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他了 怎么会 那当年的事 回来了 好 无忧终于回来了 哈哈哈 无忧 这是舅舅啊 你记得吗 舅舅 你这是干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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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怪你没逃过好胎 小辈子 别再做我杨家的女儿了 有些印象 但是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爸 小花小时候受伤 失去了记忆 想不起来很正常 妈 想不起来也没关系 以后舅舅啊 就会待在国内 咱们有的是时间相处 舅 舅 小花 怎么了 小花 我没事 姑姑 要不你先带小花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呢 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好的 我们先走 有消息了马上通知我 不行 当年的事不能白路 这女孩始终是祸害 一旦有一天她想起来 杨家哪还有我的七神之地 爸 爸 你想什么呢 以后少跟他们来我 十五年了 妈妈终于看到我的乌妖 躺在这张床上了 乌妖 你放心 妈妈以后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了 你 我要给我女儿举办一场盛大的灰国 你归宴 不行 他不能回养家 你来了 小花 来坐 给你看个好东西 我问过医生啊 他说你哥哥这种情况 可能是小时候的麻痹症 没有彻底痊愈 不过也没关系 我查阅了资料 我还是有特效药的 目前还没有进入临床阶段 不过也快了 兴许你哥哥有救 你 你为什么要查这些 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 我和妈妈这些年 对你走丢的事情 还是执念太深了 不过 幸好有阿宝哥哥 给我做了个好朋友 不然呀 我都不知道 怎么当一个好哥哥 也算是 感谢阿宝哥哥吧 他这么多年对你的照顾 第二危机 我会不要 我就是一家人了 当然你要互相帮助 互相照顾了 谢谢 谢谢你 说话你别哭了 说话了 你没事吧 你快 你快躺下 好好休息休息 林屋律 是不是又欺负妹妹了 林屋律 是不是又欺负妹妹了 妈 是不是她又欺负你了 哥哥没有欺负我 她要欺负你 你跟妈妈说 妈妈坐她 好 坐 悠悠 下个月 我想向大众公布你的身份 你觉得怎么样 我还没准备好 没关系 没想好的话 那就好好想想 妈妈不逼你 在此之前 妈妈想给你一个惊喜 别怕 妈妈找人咨询过 你这个疤痕呢 是可以完全去除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妈妈给你安排手术 发生给你一个多美的回归夜 这个疤痕 自从我有记忆开始就一直都在 小时候也因为这个可怕的疤痕自卑 是爸爸和哥哥一遍又一遍的跟我说你真的很好 我才一点点充实自信 让他一下子就离开我 我真的有点失望 我不管你做什么这种 我们都支持你 真是何家团员的一出好戏呀 真是何家团员的一出好戏呀 哈哈 哎 哎 舅舅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看我的好职财 哦 我说你受伤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的 是我不小心的没事 你说你啊这么大了 怎么还这么不当 我先去看看我哥 你们先聊吧 你没事吧 没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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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躺着吧你 好好 雨岚 这个女孩你是从哪儿找回来的 怎么了 你没有做过亲自今天 这么多年来我杨家冒名顶替的女孩 那好 我们杨家不像别人家 小剑了脑袋 杨家门里挤的人 那不少了 是无忧没错 做过亲自签订了 这个不用你操心 妹妹 莫老妹妹妹妹妹呢 乖乖的 你才回来 你要是不好好养病 妹妹以后都不来过来 哥我来了 哎 爸 跟你说个好消息 马上就有副哥哥病的样了 据说那是特效药 哥哥一定很快就会好起来 嗯 昨天我花你母亲的钱 那个药 有点贵 别说了 不用 阿宝这样就很好 我可以养他一辈子 没必要有什么特效药 你养了我这么多年 给阿宝哥哥治病 这有什么不对的 难道 我养你这么多年 只是为了让你母亲回报我的吗 我让你回去也只是希望 你能过回自己的好日子 反而是我跟你哥这么多年拖累你了 你没必要费尽心思想着冒头 你不欠我们的 啊 你怎么这样啊 他们也是好心的 我知道是好心 我也知道你是个一孩子 这些我们心灵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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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治病的钱也是你母亲拉的 你期望 还给你母亲 爸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个人求你 但我们不能牵人的 既然成了别人的情 总要回报点什么 我手里现在就这么多了 等咱够了 就一起还给你母亲 爸 你和哥哥永远都是我的家人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 就算我以后去了杨家 也一直都是你的女儿 而且要不是因为我哥哥 阿宝哥哥他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所以不要愧疚 你也不要觉得 这是你女儿换来的 爸 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你不要觉得 你送我去杨家是在卖女儿 他们这些都是内心自发 想要对你们好 你不要觉得不爱 这个是小发的养父 他的养父是个养爸 哥哥还有智力吗 但是他们负责的下一个 我在真正的一点人 是吗 对无忧这么好 我们可要好好感谢他 但是以后 真的哪用 不会你 的 老公子 太行車了 你知道這是哪兒嗎 老公子 我大哥問你話呢 我做人了 以為其人而為是 我做什麼 大哥他他這迷惑了什麼玩意兒 他說你忙做什麼 無疑沒錢而沒事忙我幹什麼 說你有個女兒最近別動親生父 他可是京城首富楊家的人 不認識誰 他說他不認識什麼楊家女兒 我說實話是吧 你的兒子 你也別想要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不幹什麼 我知道你和這個女兒關係不夠 只要你把他引走了 你這個兒子我立馬放了 你 我 我 我哥我哥和爸爸不見了 慢點說別著急 我到處都找遍了都沒有找到他們 那他們有沒留下什麼東西 沒有 我都找遍了什麼都沒有 別急我打個電話 啊 餵 給我調一下監控 看看三二病房的病人去哪 說他們能去哪啊 阿寶哥哥還帶著傷口不會有危險 我幫你 我幫你 不要談任何人 我再也別想見到我 就更了 怎麼了 啊 為什麼 哎小花 小花 啊 要不你先回去吧 只有我呢 回去好好休息啊 啊 去吧 師父趁機碼頭 爸 爸 你沒事吧 啊 你在說什麼 好一個婦女情深啊 到底要什麼 我不要什麼 我什麼都不用 你再說你一個黃貓鴨子啊 是我什麼都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把我的父親和哥哥放到這裡來 趙家 什麼趙 我不認識 我就是看著你們婦女情深 我給你兩個選擇 一是就你父子 二是就你哥哥 為什麼 哪有那麼多為什麼 要問為什麼 那就是你們的婦女心強 確實能弄到我 我要跟你玩個遊戲 啊 啊 啊 你選你的父親 我就把他扔下去 別 別 你要選你 說 你把你的父親扔進去 你選吧 我倒要看 在你現在 你父親出來 還是你哥哥重要 到底是誰 為什麼要把我的父親和哥哥保到這裡來 我們這是無權無事的平民反省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 看來 這兩個選項你都不在 那我給你第三條選項 跳下去 讓你可從這跳下去 你的父親和哥哥 平安無事 原來是這個 甚至只有我死 不要獨自 別走 說話算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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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住我來的 只有我死了 你和哥哥殘得平安 我以後見到我們 一定要讓他善明真相 好 你不能這樣 這樣我才算死的名目 以後我拖著他們的直線跑 完成了之後再回來救我們 我不要 我不要爸爸和哥哥為了我犧牲 我們要走一起走 夠了 不是來這看你們演戲的 就算要死 也總該讓我死明白 我是 我們無權無事無名無力 要把我的爸爸和哥哥綁在這裡 你 好一個無權無事 是楊家新任的女兒吧 你怎麼知道她 難道 是我會楊家威脅到你 所以你才明知道我是楊家的女兒 還要不顧一切 要我來這兒殺害我 就是對我最大的威脅 我到底威脅到你什麼了 你 哥哥哥哥哥 太好了 我以後就沒這個好金了 非加參考 居然我也來報到嗎 你怎麼保證 我似乎你會放過我父親和哥哥 他臨頭了 還敢跟我講條件 我告訴你 他們兩個的性命 現在捏了我手 我要很答應 也奈何不了你 想要保全他們的性命 只有乖乖聽我的 別無選擇 希望你說到做 嗯 嗯 嗯 哦 為何 小人浮誇 為何愛我 为什么与我牢笼 为何等待的徒劳无功 为何承认这些困收 越珍贵越浪费 致命的伤大声与亲密 越坠落越无解 大暗下在路中 只会看着无敌 是这种 这几天哪都找了 就是没有吴越的消息 还有他哥哥和父亲 也没消息 约兰 是不是这丫头不愿意回 和他的父亲和哥哥 一块儿走了 不可能 吴越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如果他离开的话 一定会告诉我的 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悄无声息的就走了 他才回来几天 你早知道他啥性格 他跟着那个捡破烂的哑巴和傻子那么多年 他就是养不熟的门儿啊 再说一遍 我放开 他没想到你给我放开 你听到没 看你叫的好儿子 为他舅舅动手动脚的 你也不管了你 都闭嘴 现在是吵架的时候吗 你 怕你少说两句 妹妹不见他肯定比谁都心情 你少说这种话刺激他 你找我 有人在海边打捞情绪浮湿 二十岁腿上有大瓶伤了 这新闻里说的不过就是无忧吧 我 我 你来个师 我来吧 是我要吗 你自己看吧 我 我媽 不是 不是就 不是 這怎麼可能不是呢 啊 我用你這個錢幹什麼 哎是吧好了 我又沒死是外星 現在他應該還活著 我們趕緊回去繼續找吧 是 我又沒死 是外星 我們現在就回去 走我們現在就回去找他 悠悠 你沒死 花 你這些天都去哪了 可把媽媽寄壞了 是啊 你走了都不跟媽媽和我說一說 記得媽媽這幾天 心臟命都煩 你說什麼呢 對不起敲我這嘴 沒關係 這幾天 我也都忘了 還有好多事都想不起來了 我記得 我是在海邊醒來的 我也是想著媽媽可能會擔心 就先回來找你們 聽管家說你們都在那 我就在門口等你們了 海邊 那你記不記得你怎麼去海邊呢 我不知道 舅舅 你知道嗎 我怎麼可能知道 小花 身上有沒有別的地方不舒服 你要不要帶你去驗檢查一下 看看你身上有沒有別的地方受傷 是 沒事我好著呢 小花 你還記得 父親和哥哥嗎 什麼父親和哥哥 你不就是我哥嗎 哪來的別的父親和哥哥 你 你還記得你的養父和阿寶哥哥嗎 什麼父親和哥哥 你不就是我哥嗎 哪來的別的父親和哥哥 花兒 你記不記得名字怎麼來的 不是 媽媽你給我起的嗎 我的大名叫林無憂 小名叫蔣小帆啊 妹妹之前就適宜過 咱們暫時別這麼大了 你們這是怎麼了 好奇怪啊 沒事的花兒 我和哥哥 可能沒有睡好 我們等一下早點回去 休息一下就好了 你也早點回去休息啊 對回去休息吧 啊 去吧 喂 林醫生 是我 我問林醫生 他們說這是大腦的保護機制 會本能的將一些不好的記憶忘掉 這些記憶對他來說太痛苦 所以他不願意再想起 不過這樣也好 讓他忘了有錢的情況和事情 雅父和阿寶的去向 你要留意一下 我們不能因為他失意了 你就不管了 好 放心吧 那牙包和沙子還是得搶在這女子倆之前 中套控制器 你最喜歡的西瓜汁 謝謝舅舅 舅舅 你難道忘了 我對西瓜過敏啊 難道 是想看我死嗎 這怎麼會 你可是我親外生人 我怎麼可能看你死呢 請說胡話 我猜你也不會 那是你啊 你怎麼在泳池邊坐著 不下去有兩圈 不了 我對水的印象 不怎麼好 感覺接近水就會倒霉 倒霉 這總何說起 啊 嗯 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站在水邊 就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的 總有一種感覺 你們要把我 冰下去 去死 就像現在這一次 啊 哦 啊 你幹嗎 啊 哈 赫哥 你又想殺我 哎這怎麼扯啊 舅舅 剛剛我們兩個就在岸邊聊天 你說著說著就把我推下水了 我說你個小輩推你個小 舅舅 龍池蓮真我們兩個人 你還要小輩 不是你推我下去的 難道是我自己跳上去嗎 我又不回事 但我不是不知道 那我怎麼可能自己跳下去呢 啊 啊啊啊啊 所以從你回來之後 又出席機率的地方 我和我媽 妹妹之間的關係 居然把足以打到我妹妹身上了 要是不想讓我待在這個家裡 我現在就走 這個家該走的不是你 是他 什麼東西 這個貌頭小子都已經把跟我動手腳了 這是煩了他了 你看他在這兒了 再動下去 這羊家早晚都是這小子的 我再也沒有翻身之日了 把他放下 你還不能把他放下 就把他放下 你會做什麼 怎麼能把他放在那裡 然後就剩下 我自己拿去 我自己拿去 那麼 真的假的 他这个亲生女儿 听说之前家庭不得更好 想着帆儿去找捷径赚钱去了 不管是真的假的 但是人家出现这群杀人 他们自己有没有关系 没问题 你让我散步的条件 咱们都一起散步出去 今天 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曾经走失过一个女儿 这十几年来 一直致力于寻找我的女儿 从未发现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找到我的女儿了 今天我就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我的女儿 林无忧 在喜庆的日子里 我要靠上你 我呢 是这两个孩子的救助 也算是看着我女儿长大了 今天 我们这一家团聚了 我也是非常的高兴 在这个开心的日子里 我要敬我的外甥 还有外甥女一杯酒 欢迎我的外甥女回归家庭 来 我们都准备 不过无忧回家 我们的阳势越来越好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这酒量真是堪忧 没喝多 喝 都这样了还几个 我还能喝 我的好外甥 你就好好享受 我替你准备的这场盛宴吧 师爷 你有没有见无忧和无虑啊 这两孩子跑哪去了这是 东张西望呢 找什么呢 你见无忧和无虑了吗 你找了半天没见他们 不知道跑哪去了 也许是喝多了 在哪歇着 不好了 梁总 有人欠去公司亲密 我客房那边去了 什么 谁这么大奶 偷到我杨家头上来 走 过去看看 不要错 刚才哪儿进的就是这地方 你确定在这没错吗 没问题 去吃吃 这小偷啊 真是有雅兴 过完了东西 哪儿也不去 来这宴会厅楼上开房了 那边进去 别打扰了人家的雅兴 大包天 把门打开 他要看是哪个不要脸 在这人这种事 老总 怎么样 你还是自己看一下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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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你 这不是杨总在国外兴取的老婆吗 你能扣公司机密的是杨总 他最兴趣你 再拿这个老人 无论 你怎么在这儿 久久 你在这儿 你不在乎我 你不在乎我 哥你真聪明 早就看出来他给咱俩下药了 先别说这些 不是刚才才把你送 所以 你是承认 准备把我哥送到这 如果今天不是我哥聪明 那今天这场事的准去 这是哥哥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你听听这个 总该知道了吧 你把你 把四二九来 你怎么把你给的 我们的九六的项铁 只要吃了这个铁 保准不保留 眼镜超出 在大家一起的中间 你也接近一心 看完这女兄妹是怎么身败名裂的 我 是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这肯定是假的呀 你还不消息我吗 他们可都是我的亲外甥 跟亲外甥女儿啊 我怎么可能害她呢 二十年 你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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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生去如此的朋友 是我的儿子和女儿 我都知道 我全知道 我也不会甘心屈居于你身上 屈居 恐怕几十年前 你就不甘屈居于我母亲之下 你你说什么 这个是在你当年 娃娃里 这个娃娃里 这里面记录了 那天 有 如果不是妹妹想起这个娃娃 恐怕 你们家人都要被门在鼓里一倍极 舅舅 您要不要听听这里面录了什么呀 你 你 他能接受杨家的一切 才是留不起了 什么都没丢了 你去死吧 天呐 你真是 你多个好歹人 是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失忆了 真的以为我见不起来那些事了 在你让我从海上跳下去的那一刻 就想起来了 我全部都想起来了 当年那场 就是你放的 如果不是我抓到你放的 我不是你把我关在房间里 我就不会和妈妈走失这么多年 之所以在见到我之后 惊讶疯狂理解我们一家人 就是因为你害怕 你害怕我想起当年的真相 这样你才能暗暗闻我 在杨家当一个猪虫 师父 您做的 对吗 让我们牧民自离了十几年 重逢后 又制造的种种意外 确实您策划的 是吗 对 都是我干的 什么要这么做 类似 那我为什么 我要问你为什么 升职日起 爹就偏心你 你什么都好 什么都比我强 早都要嫁给一个外人 当时集团 连迟早都要交到外人手上 交给你来打 我 我认为你拼 我到底上哪儿了 我记得他们 出生的时候别说什么 你是我们家的公臣 你拼着这两个外乡的人 别说你是公臣 只有我生的孩子 才能继承杨家 所以 我结恨他们 要是没有他 今天在这阳东位子上的人 那就是我 你为什么不死 你为什么不死在那场火灾里面 为什么要想起这些 谁该死的人 就是你 别动 都别动 我就杀了他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车车 你别心动 杨诗子 你要什么金冠兽 别伤害我的女儿 哈哈哈哈 林无忧啊林无忧 你可真是好命 你满心满意 都是你这个好妈妈是吧 还有你那个傻子哥 你还记得吗 可不真的 你还能想起他吗 我以为 你把你那段不想想起来的回忆 一起扔进大海里了呢 他们在哪 别动 小小 你们一个现在 在太平洋 在大西洋 不是 应该是肝脏在太平洋 甚至 在大西洋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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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啊 啊 你是不是我爸 你做的措施还不够多吗 老师爷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爸 你看看他们 你自己本来是幸福美满 另外你的一击死你 同志他们一家族分离 小龙从小就受了这么多苦 你还要继续下去吗 你还要继续下去吗 啊 啊 但是你自己本来是在超过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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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不 我是一分鐘都不想走 嗯 爸哥哥你們沒事吧 沒事我們沒事 你沒事就好 還好我小楊 當天就是他救了我 還一直跟我們說你沒事 我兩爹追戴著你們就好去了 沒事就好 我媽還在家裡等著咱們吃飯呢 咱們回家吧 來 謝謝你 謝我幹什麼 這是我應該做的 我不是我爸 這都沒什麼又不是你做的 哎等一下 哥哥 小哥 我們一起回家吧 好